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国务院6月14日宣布 美国与主要伙伴国家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 美国目前有不少关键矿物都来自中国 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寻找和扩大替代性来源 减少依赖中国作为唯一供应来源的风险 据美国之音报道 白宫今年2月在宣布采取措施 加强关键矿物供应链行动之际表示 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 未来几十年 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猛增400%至600% 白宫说 这些关键矿物包括稀土 锂和骨 它们是生产电池 电动汽车 锋利 涡轮机 和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 美国国务院14日宣布 美国与加拿大及其他盟友建立了一项新的伙伴关系 旨在确保在全球对稀土和里等关键矿物需求不断上涨之际 确保这些矿物的供应链安全 参与这项矿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包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芬兰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瑞典 英国 美国和欧盟卫允会 另一方面 美国国防部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 14日宣布签署了一项1.2亿美元的后续合同 将在德州建一座商用重稀土分离工厂 莱纳斯是中国以外全球唯一的稀土加工企业 新的合同建立在2020年7月宣布的一期资金的基础之上 据美国防务新闻此前报道 美国对于子弹生产的重要原材料矿物T的采购 几乎完全依赖中国 对俄罗斯也有依赖 但程度较轻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采取立法行动 试图解决美国对中国T的过度依赖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草案中 纳入了有助于摆脱中国对于T供应链控制的措施 该法案随附的一份报告将要求美国国防储备负责人 在10月之前向委员会检介T的状况 同时提供这些矿物 以及当前和未来供应链脆弱性的五年展望 该草案还要求国防部制定回收废旧电池的政策 以将贵金属 稀土 矿物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元素 回收到美国的供应链或战略储备中 2011年至2015年间 中国生产了全球75%至83%的原料T 到2021年中国依然是世界领先的提升产国 占据全球矿产产量的55% 其次是俄罗斯占23% 塔吉克斯坦占12% 中共监管机构警告外资银行 不要对雇佣的中国区高管过于大方 甚至要求降低现金薪酬 否则可能会触犯到党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该动作是20大前 每本政策一环 避免薪资引发社会矛盾和危机政权 这反映中国贫富差距悬殊 面临巨大压力 彭博社和金融时报6月13日引述消息指 今年以来 中共金融监管机构 在上海和北京召见多间外资金融机构高层 讨论有关高层薪酬问题 出席者包括瑞士信贷集团 高盛及瑞银集团的高层 报道指 中共官员要求外资金融机构 详细汇报高层的薪酬待遇方式 还警告他们不要给中国区的高管过多奖励 否则可能会触犯党的规定 多位外国高级银行家透露 中共当局接连警告外国投资银行 要保持薪酬与其共同富裕一成一致 不要过分慷慨地奖励银行高管 并减少给高管的现金奖励 彭博报道指出 过去两年 监管机构也曾向中国本土银行 要求减薪及减开支 此次直接介入外资银行 有关人力资源决定的举措非常罕见 显示监管机构想将外资银行 及本地银行的监管看齐 这令外资银行在严格封城防疫之外 面临挽留人才的挑战 有分析指出 如果外资银行执行当局的要求 许多中共权贵子女可能将遭受损失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华尔街与国际大型投资银行 被打入中国市场 多年来都在用高薪雇佣中共高官的子女 此事曾引发美国官方的调查 纽约时报早前报道 外资银行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中共官员子女 担任要职或是中国区总裁 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国际投行也因此成中共高官的绝经胜地 任职于跨国投行的中共高官子女超过百人 包括吴邦国女婿冯绍东 江泽民孙子江志诚等等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提到 中共共同富裕目标不容抵触 过去有过类似的传言 指中共政府干预薪资 外媒揭露这样的讯息 时间点很特别 吴建中指出 习近平当然想消除共产党认为 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因素 尤其是近年他提倡共同富裕政策 想要企业富豪响应 吴建中认为 习近平之一最新动作 是要提醒在华的外资银行 在提出报告时要有政治意识 不要唱衰中国 破坏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7月1日是香港新任政府就职日 及主权转移25周年 先前传出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 可能前往官吏 不过香港疫情出现反弹 领导人访港的安排 仍被最后确定 有证件人士发现 香港会展中心旁的酒店 此前显示 本月23日起 房间已爆满 但最近却重新开放预约 可能领导人 房港安排有变数 据香港01报道 君悦酒店 及同样与会展中心联通的 万利海景酒店 先前显示 自23日起 即处于满房的状态 记者14日上晚发现 两家酒店的满房日期 明显延后 万利海景酒店 27日才告满房 君悦酒店 更到28日起才满房 而在上述满房日期 前一天若只住一晚 均可顺利订到房间 根据报道 一名是君悦酒店常客的 香港政坛人士认为 会展中心在 七一早上举行升旗礼 上述两间酒店 与会展中心联通 先前可能是要求 清空房间 属于安保安排的一部分 但这名人士强调 目前没人说得准 中央领导人 七一会不会前往香港 更何况形成及入住的酒店 报道提到 香港政界关注习近平 七一当天是否将赴港 出席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 及官员就职仪式 及主权转移庆祝活动 进而展开更多视察 但香港疫情近来出现反弹 每天约有700至800例新个案 领导人返港安排 仍被最后确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14日出席行政会议前 建记者说 依然会竭尽全力 创造领导人返港的条件 至于七一庆祝活动 现在进行及推展中 没有因疫情升温而有大的影响 而领导人是否来港的问题 他未能回答 根据与美国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 关系密切的不同乡线市的指出 西方情报和军事官员们相信 乌克兰战争正处于 可能决定长期结果的关键阶段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目前向西方国家提出的武器需求 仅收到约10% 若久等下去 可能会导致北顿涅兹克重要城市沦陷 据CNN报道引述消显示指出 一名北约高级官员透露 俄乌战争将很快要到决议胜负的时刻了 报道指 西方官员正在密切监控 接下来战争可能出现的三个潜在走向 第一 俄军可能持续在乌东顿巴斯地区 攻城掠地 第二 冲突可能陷入僵局 并持续数月或数年 并造成双方大量的伤亡 并且持续消耗全球经济 第三 也是官员们认为较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莫斯科重新定义战争目标 宣布取得胜利 并试图策划战斗结束 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 倘若俄罗斯能够巩固在乌东取得的战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恐怕就可以把当地作为整备区 向乌克兰其他地区进一步推进 为了敦促西方尽快供应更多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警告 我们已经对他们展现出力量 我们的西方伙伴也要跟我们一起进行这种展示 这很重要 他呼吁如果乌克兰的盟友也希望阻挠俄罗斯的领土野心 那么西方军事援助必须赶快送到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3日表示 乌克兰请求西方提供军火 以协助抵御俄罗斯入侵 但目前仅接收到10%的武器 美国官员坚称西方武器正持续流入战事前线 但是当地却通报武器短缺 乌克兰官员也气垒的在前线大声疾呼 不禁令人怀疑武器供应线的效率 除了重型火炮之外 乌克兰也要求诸如弹药这种更基本的供给 肖显示指出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 尽管乌克兰即将用光与有限的系统相容的 苏联时期的老旧军火 但是要使其战事过渡到西方的 合乎北约标准的系统有其障碍 光是训练士兵换用系统就需要时间 而作战最需要的战士会因此离开战场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漫威主播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